大家好,中国的075舰,075两栖攻击舰现在已经到达了海南岛 未来到30号会在南海地区进行军演 这个照片也公布了,你可以看看已经到达了海南岛 如果不相信海南岛,你看这个,这肯定是海南岛吧 穿着泳衣呢,就是可以看离这个海南岛度假区都很近了 明显就公开了 这个075舰未来它进行的军演区域包括了南沙的岛礁 具体哪个岛礁不知道,没有公布 那这个我觉得意义非常非常大 因为中国的075是什么,是两栖东陆舰 那两栖东陆舰在中国的南沙岛礁进行巡航,进行军演 中国控制这个南沙岛礁能力实力增强了 你越南也好,美国也好,你在这个地区是吧,你要夺岛 那你夺岛之前,中国的这个两栖东陆舰 它的实力,你首先要关注 你有没有能力,我有能力夺岛 你有没有能力,我觉得越南是没有能力 越南就是什么,就是那几个 现在看那几个登陆舰 而且吨位很小,越南首先在南沙地区 它就不如中国这个075吨位大 美国,美国在地区派了派几艘巡逻的这个军舰啊 什么叫什么提康德拉加级啊 这些巡逻舰 那对075威胁不大啊 那美国至少得派航空母舰来啊 那美国如果派航空母舰在南海地区 能长时间巡航吗 对不对 航空母舰也不能躲岛啊 那他得派他的登陆舰来啊 那中国也有登陆舰啊 那你可以看啊,中国整个维护南沙啊 维护中国的这个南海岛礁 这个实力是明显增强 另外我昨天也说了,中国已经三艘了 三艘了 那你想想,美国到现在是几艘了 他能全拍到南海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明显的警告美国啊 中国这个对自己南沙啊 南海的一个岛屿啊 这个维护主权能力是在提高的 那这个军演啊 现在还没有公开他的科目啊 我现在没有得到详细的信息 只是知道075舰现在已经到达了 啊,到达南海 嗯,后续如果他有他在南沙 各个岛礁之间这个巡航 或者是军演的最新消息 我也会啊,报道给你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啊 啊,非常大 这应该是中国的这个 两栖动力舰首次在南海进行巡航啊 之前中国的个军舰只是在 南海的个岛礁之间进行巡航 啊,但是不能进行啊 对岛礁的这个补给,对岛礁的这个 登陆,登陆守卫 那这次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 对不对 另外呢,他是登陆舰的 包括一些快艇,包括一些船舶 可以登岛啊 这个是最直接的 这和之前的军舰在这个地区维护安全不一样 他是直接登陆的 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这个075 如果到了越南附近 越南,包括台湾啊 你这个什么太平岛 你自己得想一想台湾 我们是可以登陆的了啊 之前那个军舰是不是 打你没办法,没法登陆 现在这是登陆舰 它可以登陆了 上面如果有这个气电艇 射水的两栖坦克 那直接可以登岛了啊 你自己想一想 反正我觉得对南沙 对中国在南沙主权的维护 是非常有利的 有最新消息再跟你说